HELLO,我是阿祖 歡迎收看做Flying Channel 我又飛啦 放完的大家又要開始上班啦 而我這班機就是飛米蘭 事不宜遲出街啦 去意大利一定會去幾個城市玩的 如果在米蘭出發去周邊的城市 例如威尼斯、Florence或Verona 乘2-3小時火車就到了 都算是很方便的 但我這次就不會那麼遠了 因為始終冬天很快就日落 這些就等夏天才是啦 我會建議大家留一日時間 在米蘭市中心遊覽 讓我帶大家看看有什麼玩啦 首先來到米蘭最出名的地標 米蘭大教堂 我來過這麼多次都覺得這裡很漂亮 就在旁邊就會有一個入口 通向Galaria 你看它的建築這麼古典 不要以為是看歷史文物 其實這裡是一個名牌集中地 人來人往的Galaria裡面 你會發現有一堆人在聚集 他們並不是在看表演 而是在找這隻幸運公牛 相傳他們踩著這隻公牛 逆時針轉三個圈 就會得到好運 走完街就去吃東西啦 我來到這間食蟲露的餐廳 我點了一個pasta 可以選黑蟲露或者白蟲露 我這個就是黑蟲露 你看它的份量也很多 真的很香啊 我不客氣了 吃完我的主題 讓我先吃點餐廳 我選了這個Truffle的TV Mishu 在這個面上 就鋪滿了白蟲露 其實它們的味道都挺合的 吃飽飽又出來逛街 看看人的Busking先 逛逛街又會見到有Girato 又忍不住很想吃啦 立刻買了三球 剛巧我來這個星期 是Milan Fashion Week 我在Instagram看到DNG 會在這個商場搞Fashion Show 所以我就走去看啦 晚上呢 我就回到酒店附近 找我一隻Crew吃Dina 去住一間很Local的小店 那裡吃意大利餐 我平時在香港呢 很少吃Pizza的 因為不太喜歡麵包 很重的感覺 但意大利這些薄底Pizza呢 我真的吃了很多塊 我覺得很好吃啊 還有啊 這個Vanggoli 是我最喜歡的Pasta之一 這間餐廳做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很好吃啊 令我忍不住第二天 立刻再來Encore Milan之旅就來到這裡啦 多謝收看 想知道我下次飛邊 就記得Subscribe我啦 Bye Bye